台湾申请加入CPTPP 经济部长王美华就强调了 长远来看力大于弊 不过短期来说还是对于农业以及汽车等造成冲击 尤其像是汽车零组件而言 我国的外销厂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 加入之后免除关税可以开创新的商机 不过对于国产车的零组件工艺商来说的话 可能要和进口车来竞争 将会受到一定的冲击 主桌测试仔细检验 全台最大避震系制造厂 每个月产量至少6万只 国外车厂订单接不完 加入CPTPP之后 对外销厂商而言是利多消息 如果有参加当然这个关税壁垒的 这个障碍就可以消除掉 那也可以让所有台商 海外台商也能够跟流台湾 看好加入CPTPP市场 未来外销零组件没有关税 加上我国产品原本就有经济力 可以开创新的商机 但内销整车零组件业者将来遇到进口车低关税 国产车价格优势不在 销售市场可能萎缩 配合内销整车零组件业者 也会受到连带冲击 短期间会造成冲击 但是长期而言 如果不加入CPTPP对台湾的影响是更大的 汽车零组件业者内销外销呈现两样型 而农产品的部分也是一样的情形 陈吉仲挂保证加入CPTPP之后 农产品外销会逆势成长 目标增加500亿元 台湾的政府机关叙事待发相当有信心 会进行最大的努力 好 超过10% 会有没有超过10% 一定远高于10% 有没有超过20% 一定远高 陆块的可能性从10%提高到20% 加入CPTPP对台湾而言是力大于弊 不过对于农民的保护还是不能大意 东新闻政中心在台北报道